大马的单日痊愈出院人数创下新高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利 今天宣布更严格的第二阶段行动管制令 47名男女因为不遵守行管令而面对监禁的刑罚 更多的新闻详情 马上来看3月30号的百格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袁静 首先来跟进疫情消息 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 大马今天新增156宗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达2626宗 死亡病例则新增3宗 累计37宗死亡病例 死亡率为1.4% 另外 诺西山也报告了大马的痊愈人数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ingin memaklumkan bahawa terdapat 91 kes yang telah pulih dan dibenarkan discharge pada hari ini iaitu jumlah discharge terbesar kalau setakat ini ini menjadikan jumlah cumulative kes yang telah pulih sepenuhnya dari COVID-19 dan telah discharge pada ward adalah sebanyak 479 kes iaitu dengan kadar 18.2% daripada jumlah keseluruhan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曼 Shabili 今天宣布 从4月1号开始 展开更严格了第二阶段 行动管制令 民众依然可以外出行动 但是有时间限制 Waktu operasi pengangkutan awam kita kekalkan iaitu kita kekalkan dari 6 pagi hingga 10 malam dan juga daripada 5 petang hingga 10 malam kita faham ada pekerja yang shiftnya berakhir pukul 8 ataupun pukul 9 malam jadi mereka masih boleh menggunakan kenderaan awam kecuali teksi dan e-hailing dibenarkan beroperasi daripada 6 pagi hingga 10 malam berterusan termasuk kenderaan-kenderaan persendirian 这也意味着 一般民众在晚上 10点之后 不得出门 除非有紧急事故 另外 所有售卖日常用品及食品的 超市及霸及市场 餐厅以及油站 营业时间也将限制在早上8点至晚上8点 另一方面 伊斯曼·沙比利也说 刑管令期间仍然有许多人出门 而单单昨晚 警方就扣留了828名违反刑管令的人士 扣留人数呈上升趋势 他补充 迄今直勤的军警等执法人员超过67,000人 未来也会增加更多人手 此外 今天全国各地都有因为违反刑管令而被控的案件 其中 若佛新山只有47名男女不遵守刑管令 在没有合理理由下出外活动而被判罚款500令吉 分别监禁10至20天 监禁期将从被逮捕日开始计算 这47名男女年龄介于20至65岁 其中包括在籍大学生 警方授权时表示大部分被拦下的人士都以去找朋友为由 企图通过路障 更有者质问警方为何要过问自己的目的地 因此被警方逮捕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消防局以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合作 于今天分阶段在全国各地47个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展开消毒工作 当中有23个地区被列为红色热点疫区 24个地区被列为橘色疫区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今天亲自巡视消毒工作 并表示该部之后将会再探讨 还有什么地区需要展开公共消毒和工作 祖莱达也说消毒工作的费用并不高 因为消防局和政府有人力资源 现在只需要进行协调 及添购一些防疫用品 消毒业的供应也充足 在这个非常时期 依据有盗贼干案 而且是到前清体部长塞沙迪的住家盗窃 塞沙迪向警方报案时说 他在昨天打开保险箱时 发现里头的25万令吉不翼而飞 但是保险箱以及屋子内都没有被撬开的痕迹 而这个保险箱的密码只有特定的人才知道 警方在接到投报之后 已经逮捕一人住查 那么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收看 再会 本集百个大事迹 由UCSI University荣誉呈现 更多线上升学辅导详情可浏览 online.ucsioniversity.edu.my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